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花冬的日夜温差更大 接近10度 那么现象局说了 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天气将冷到周末 直到周日之后 才会逐渐的回到舒适的温度 提醒观众朋友要特别留意了 我们接下来带您听到国际媒体重要讯息 首先带您听到美国大际云英文版报导 南非英学会主席表示 目前Omicron患者的症状极其轻微 接下来带您听到英国《泰晤士报》报导 英国葛兰素史克抗体药物 有效对抗Omicron 接下来带您听到《大纪元时报》台湾版报导 开放国会论坛开幕 美国议长表示 美国会持续挺台 来看到日本《曾经新闻》报导 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挺台湾遭抗议 日本驻中国大使馆表示 中方应该理解不同想法 在您听到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报导 被判入役的香港媒体人黎智英 还有已经被关闭的《苹果日报》 工作人员获得了《世界报业协会》 颁发的著名新闻自由奖 最后带您听到印度怀宇一家电视台报导 美中高层将举行会议 讨论予以紧张的台海局势 以及最知名的高超音速武器的军队比赛 早安新当人先来带您关心 新变种病毒Omicron 已经扩散超过30个国家 美国总统拜登今天宣布 加强版的入境规定 不论疫苗接种状态或是出发地 所有到美国的旅客筛减时程 将从目前的搭机前三天内缩到一天 那么新规预计下个礼拜生效 缺切日期还没有公布 It used to be that international travel fly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traveler fly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had to test negatively three days before their departure from that country Well, I'm announcing today that all inbound international travelers must test within one day of departure regardless of their vaccination status or nationality This title of testing timetable provides an added degree of protection as scientists continue to study the Omicron variant 好,最近消息是 美国已经出现第二例Omicron病例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 这名染疫的迷尼苏达州男子 没有非洲旅游室 但近期曾经去过纽约 外界就担心了 Omicron是否已经进入了美国社区 那么周四美股正道 在其他利多因素刺激下收红 好,另外一个牵动市场神经的讯息是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周四敲定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细节 要求外国公司在三年内 接受美国会计审查 否则将面临纳斯达克 跟纽约证券交易所下市的风险 另外如果公司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列为委员会认定的发行人 这间公司必须要提交文件 来证明自己并不是政府所有或是控制的 由于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拒绝审查 新规定可能导致200多家中企 被踢出美国的交易所 好,镜头转到日本 日本周三验出有第二例的Omicron确诊个案 并在同一天宣布要求航空公司暂停到12月底为止所有入境航班新定位 不过这个政策因为反对声浪大 短短短一天就急转弯 周四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官邸道歉称给部分人造成混乱 并表示已经指示官员充分考虑日本人的归国需求 而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则表示 已经设回航空公司停售机票的要求 包括台湾的航空公司在内 也纷纷宣布重新受理飞往日本的新定位 Omicron变种病毒来势汹汹 台湾目前没有相关个案 但是舆论是高度关注 指挥中心公布了台湾周四新增17例境外移入 创下今年单日最高 国内的疫情仍然是很稳定 本土一定病例没有也没有死亡的个案 不过现在境外移入的个案都相对的多 台湾周四暴增17例境外移入个案 防疫指挥官陈时中指出 国际疫情还在上升 虽然这些病例不见得跟新的变异病毒Omicron有关 还是要特别注意 罗一军说南非回溯11月确诊者的检体 发现Omicron最早在11月8号就出现了 最早是11月8号可以验出有Omicron的阳性 整个11月来看Omicron已经一支毒秀 超过了Delta 目前是占11月所有的定序结果里头的 百分之七十四在这一个月当中就是这样子 猪羊变色就出现了这个Omicron为主流的这个疫情 而令国际担忧的是目前各国都还不了解这株变种病毒的威胁性 但包含加拿大、美国、巴西、挪威、英国、爱尔兰、比利时、法国、德国、瑞士、丹麦、沙乌地、阿拉伯、加纳、韩国、香港及澳洲等30个国家都验出确诊者 并且有些病例根本没去过高风险地区 以色列跟日本分别有报告来自英国跟秘鲁输入的病例 以色列的这个病例是去英国伦敦开了一个大型的千人的会议 那秘鲁的这一例中间也有转机 还有一些像欧洲的一些国家是社区感染的病例 那还在寻找跟一些境外入的个案有没有关联性 目前只知道Omicron变种病毒传播力很强 至于外界关心疫苗效力是否再降低 传染力增加几倍 感染后重症的比例 都还没有足够资料可以对外报告 陈时中表示 目前只能就收集到的资料随时更新 但要用现有资料做进一步研判还有困难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玉堂黄雁玲 台湾台北报道 全球供应链危机持续延烧 现在又有Omicron变种病毒来势凶凶 专家警告供应链将雪上加栓 外面也高度关注了 随着Omicron出现 中国可能会强化清零策略 一个国家的封锁策略会对上下游造成连锁效应 将使得关键制造组件出现更多的短缺 扩大了电子汽车跟消费品的积压订单 今年亚洲消费者恐怕拿不到新款iPad作为圣诞节礼物 根据日媒报道 由于供应链吃紧 苹果可能无法赶在圣诞节前向主要亚洲市场出货新款iPad 全球供应链危机持续 而现在又有Omicron变种病毒来势汹汹 Bad news on two accounts If we don't get back to normal in the supply chain it also means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have longer waiting times in ports and containers we have some hard data comparing time in port after since Covid and pre-Covid so the typical time if containership spends in port globally is 12 percent longer than before Covid typical container door to door 20 percent 外媒CNBC报导尤其关注中国是否强化清零策略 报导指出全球前十名最繁忙的港口中有七个位在中国 严调机构表示一个国家的封锁措施确实会对其他地区的上下游造成连锁效应 将使得关键制造组件出现更多短缺 扩大电子汽车和消费品的积压订单 全球供应链正处于漫长复原过程中 新变种病毒又为供应链带来考验 牛津经济研究院表示如果Omicron冲击供应链 将使明年亚洲GDP下降1.6个百分点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在关心美国副国务卿雪曼跟欧盟对外事务部秘书长沙尼诺 12月2号在华府举行的第二届美欧中国议题对话 双方会后发布联合新闻稿 强烈关切中共在台海南海跟东海的单方面问题行径 他们批评中共的行径破坏了区域和平安全 也直接冲击美欧安全繁荣 两人也讨论了中国内部持续上演的人权侵犯问题 包括新疆跟西藏少数民族遭系统性压迫 以及香港自治跟民主被侵蚀等等 双方希望持续在中国人权的议题上往来跟合作 包括在多边场域 美国跟南韩国防部长昨天在首尔举行了第53次韩美安保会议 并在会后的共同声明中首次提及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诺分析指出台湾问题被列入FCM联合声明一事 对中共来说可能非常敏感 因为FCM联合声明不只是美韩军事合作的象征 同时也属于外交文件 美国和南韩防长会后共同声明写到 依据美国总统拜登跟南韩总统文在寅 在今年5月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 两国防长都认同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而奥斯丁也在声明中表示了 印太地区是美国国防部最关注的区域 展现美国在印太地区牵制中共的意志 我们这里看到台湾政府推动国建国造政策 国防部昨天播出的瞿光原地节目 首次出现海军塔加舰发射海舰2防空飞弹 媒体报导指出这代表国造舰载防空武器 已经趋于成熟了 而塔加舰短短几秒发射海舰2防空飞弹的画面 头一次曝光 那么舰载海舰2飞弹作为拦截反舰飞弹跟防空用途 射程为30到50公里 为目前中科院言之最新型的防空飞弹 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2月1号连线台湾 说台湾有事等于日美同盟有事 让中共气得急跳脚 那么紧急召见了日本驻中国大使垂秀夫抗议 不过根据日媒报导 垂秀夫回应中共外交部对于台湾议题 中共有必要理解日本国内有安倍这样的想法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周三连接台湾的国策院大谈日台关系 不止日媒大片幅报导 安倍也自制演说影片放在推特上 包括防卫大臣岸信夫和多位议员都转发表达支持 日本自民党外交部会长佐藤正九 则是转发中共气得跳脚的新闻 表示安倍前首相的发言非常正确 台湾海峡的稳定 在能源安保上来说 等于是日本生命线 日本的西南诸岛等地 有可能会被划进中共的作战区域 对于中共外长王毅 邀请日本外吴大臣林芳正访中 安倍的回答被解读是间接反对 不止党内反对访中 富士晚报网络民调96%也反对 不过截至2号上午 林芳正都没有回应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玉唐正永如 台湾台北报道 好小而强大波罗的海三国的友台主席 在台湾对话因应混合战 下节新闻带你了解 超过20%的毛小孩 容易发生关节问题 快快向福利卡扣防水地板 止滑耐磨保护关节 防水抗污 无缝又干净 降噪抗症 进行跑跳不怕吵 更重要的是 抗菌无毒领甲圈 家人安心 保海更开心 毛小孩最试货 福利卡扣 扣住美好健康生活 深耕台东建设三十年 施工扎实 设计多元 世红建设 陪您看见对家居的价值 欢迎回来开放国会论坛 第三场次民主前线 台湾跟欧洲波罗的海三国议员 对话因混合战威胁 爱上尼亚议员透露 中共施压阻挠这趟访问台湾的行程 而立陶宛议员则认为 如果民主国家供应链真正合作 被排除的专制政权将没有办法存活 那么十年后的世界将证明 小而坚强的民主台湾 在历史正确的一方 地陶宛议员说 与台湾的共同点是小却强大 在地缘政治角色关键 今天都面临着假消息 等混合战争地威胁 但世界正在转裂点 十年后将大不同 台湾就在历史正确的一方 我们是小但强 二十一国开封 国防国会论坛二号在台北举行 其中民主罪前线场次 台湾与波海三国议员对话 艾莎尼亚议员透露 中共施压议会 企图阻挠他访问台湾 他形容中共是个大石头 需要找到缝隙钻研打破 中国和巴西 在历史上 嘗試准备到重运 我们的转参 阅 选择 的国家 是和会有终于 终于 终于 看着这些关系 和台湾 对 Lithuania在这种情况 是在某种类的 运动 地陶宛议员马提奥认为 面对中共的资讯攻击 在南海的行动 志同道合国家 包括美国北约组织 需要共同回应 小国也能发挥影响力 地陶宛有台小组主席 马马豆观察 专制政权不是有效的系统 无法靠自己存活 许多行为不是出于强大 而是出于恐惧 马马豆建议 做交流借此打开欧盟的大门 有效推进议程 政治影响还将被带入 各个成员国 新唐野特电视湖 宗翰张东旭 台湾台北报道 好立陶宛 效应正在欧洲扩散 多国接连通过有台决议 继荷兰跟法国之后呢 12月1号 爱尔兰参与 无意义通过决议 谴责中共侵害人权 并支持台湾呢 参与国际组织 那么同时重申了 反对北京寻求武统台湾 12月1号 爱尔兰参议院 无意义通过挺台决议 决议文要求爱尔兰政府 支持台湾人民的自由 重申反对中共武统台湾 与台湾人民及政府互动 包括使用欧盟驻台北代表处 拒绝任何试图减少 或终止国民议会成员 与台湾人民和政府往来的企图 谴责所有孤立台湾人民和政府 阻挡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和联合国人道主义创意的行径 这份决议案由前副总理 现任参议员麦道威 等共计17位参议员联署提出 对此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 这些都是我们在欧洲地区 所看到的支持台湾的声音 我们不会以此自满 我们会持续的努力 让我们台湾的良善 让我们台湾能够在国际社会上面的贡献 能够受到欧洲更多的注目 也受到欧洲国家更多的支持 近来多个国家的国会 都通过支持台湾的议案 包括法国荷兰等 新唐人亚台电视张其林 综合报道 台海局势紧张之际 11月30日 福建省举行大规模停电应急演练 引发网路热议 网民纷纷猜测 这可能是为备战台海战事做准备 官方消息称演练是模拟超强台风及外部破坏 双重因素叠加导致的大面积停电事件 但不少网民认为应对台风只是借口 猜测外部破坏可能是指台海战事 近期立场亲共的英国时评人 Time Farty在RT发表了一篇 借彭帅事件抨击中共大外宣业务水平糟糕的评论文章 而后中共不仅在墙内封杀该文 而且还禁止Time Farty继续为CGTN写作 引发外界关注 近日中共证监会原发审委委员朱毅被查 由于他是中国第二大券商 国泰军安证券投资银行部联席总经理 凸显习近平对金融系统的清洗运动 在11月上旬六中全会结束后又进一步加大了力度 其中涉及和江派的权斗 9月18日中共最高检正式入驻证监会 在新一轮金融反腐下 今年金融系统至少已有29人落马 12月1日中国影音串流平台爱奇艺传出裁员消息 裁员幅度在20%到40%之间 有些部门和团队甚至被全裁 而中层人员在这次风暴中首当其冲 主因是在当局新政策规定下爱奇艺砍掉多项节目 亏损加剧财报显示 今年第三季亏损达17亿元人民币 公司市值和巅峰时期相比以下跌于80% 新唐人养害电视整理报道 市政女子网球协会WTA宣布终止 在中国的所有赛事跟业务之后 运动界是一片支持 WTA创办人之一的传奇球星 比利真金力挺主席希盟 而前球后纳拉提洛瓦也赞赏WTA 并质问国际奥委会的声音在哪里 周四国际奥委会回应表示了 他们已经跟彭帅进行第二次视讯通话 1月份还要举行个人会面 不过国际奥委会之前发布 跟彭帅视讯的照片之后 被外界恶评说是中共的传声筒 彭帅事件持续延烧 世界女子网球协会主席希盟 正式宣布终止在中国的所有业务 对此WTA创办人之一的传奇球星 比利真金推文力挺希盟 赞赏她做出捍卫在中国 以及全世界人权的强硬立场 并说WTA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 18届大满贯得主纳拉提洛瓦 也转推贴文 大战希盟将原则置于金钱之上的勇敢决定 并趁机讥讽国际奥运委员会 质问说那IOC呢 到目前为止 我几乎听不到IOC的声音 截至暂停全部赛事的决定宣布前 WTA在中国共有11战比赛 在与中国签下的一份十年协议中 从2019年开始 WTA将巡回赛的决赛放在深圳举行 总决赛奖金也翻倍到1400万美元 中国还承诺建造一个拥有一万两千个座位的新赛场 不过由于中共防控措施 2020年的决赛和大多数赛事均未能举行 新唐远特电视唐杰 整理报道 好 上线新闻要带领前进医疗科技展 来看看台湾业界有哪一些新突破 广告后马上回来 一 二 三 快 文 准 沉浸科技掌握重复定位2μm的精密度 是台湾制造定位置甲具的尖端开发先锋 目前全世界只有四个国家生产此定位甲具 和有沉浸能够成功相容其他各国产品 并拥有自行研发先进人员 台湾之光 家具首选 沉浸科技 国万优胜油风 使用进口原料制成 已开发上万种产品 油风能够确保机械正常安全的运作 组绝外界污染物并防止漏油 荣获ISO品质保证 客制化一条容服务 台湾制造专业第一 国万优胜油风 好用耐用 你会爱用 好用耐用 你会爱用 康博精体厨艺捡 生食熟食 轻松料理 优雅下厨 厨房的好帮手 大师们的最爱 好用耐用 你会爱用 康博精体厨艺捷 欢迎回来台湾医疗科技展2号登场 串联医疗电子自通讯跟科技厂商跨界合作 超过800家国内外厂商参展 疫情加速数位转型聚焦医疗科技结合应用 各家业者提出跨域解决方案 强攻疫后商机 未拆封的疫苗瓶和空针筒 分别放入装置 选择疫苗种类后 机器手臂就会自动分装 面板大厂群创吸手奇美医院 共同研发智能疫苗剂量分装机 减少疫苗分剂人工作业 群创也与成大医学院合作 把及时的断层扫描 透过软体整合系统 转换成裸眼3D画面 提供医师数前评估 AI的软体技术把它展现成3D影像 再用特殊的Display 把它做到你不晕眩的显示器 随着明年新产品RAM UP上来 我们期待明年假如在没有太多的 疫情的冲击或物流的冲击之后 经济可以逐步复苏 疫情后推动很多 各行各业数位化转型 单纯医疗或者是工商的面 专业面板的需求 或者是像今天我们展示 需要方案整合的需求 其实都非常的强劲 面板大厂有达子公司达琴 话语整合端出解决方案 搭载独家ART先进抗反光技术的显示器 让医护人员在不同光源下 也能判读放射影像 或是结合数位病理系统 呈现病理切片真实色彩及特征 加斯达也抢工艺后商机 以元宇宙虚实整合概念 推出智慧药局 民众能线上购物 也有视讯服务 让全世界知道 台湾不只在科技 半导体很强 我们在医疗也很强 医疗叫科技 结合起来我认为会在下一个 我们不讲说 不是说什么护国深山 应该说护国青山 这整个医疗会结合起来 应该是让全世界 想到医疗会想到台湾 大家一起共同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 发挥这样子 我们自己的一个研发的实力 这样的技术 我觉得我们这个台湾 我们可以要更加发扬光大 对 那把这个福报再回馈给全世界 疫情加速数位转型 聚焦医疗科技结合应用 台湾废弃处理设备制造大厂 基于30年处理半导体废弃经验 跨领域投入医疗设备 与工研院共同开发独家技术的空气清净机 还能搭配负压裁检亭或负压插管罩 今年展览超过800家国内外企业参展 规模创新高 也看见台湾医疗科技的充沛能量 新唐亚太电视 陈惠谋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导 为真相护航 为沉默发声 以上是今天的早安新唐人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晶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晶晶 Continuing on Now We now bring you this new clothing brand with classic design and luxurious comfort It's our way of sharing hope and inspiration from the world of Shenyun We bring you